感谢主带领我们继续分享 所罗门跟南北朝诸王 我们来回顾早上的 雅哈王跟以利亚先知 我们请看雅各苏第五章 十七节十八节 雅各苏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她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十八节 她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这两节分别记在 雷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不下雨 而且是记在 雷王记上十八章 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下雨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从雅各苏看以利亚的 肯切祷告 如果光从雅各苏五章十七跟十八节来看 我们会发现 以利亚是个可以呼风呼风唤雨的人 因为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 他祷告下雨就下雨 这个人就是三头六臂 就是可以呼风唤雨 可是他真的是呼风唤雨吗 不是啊 那我们也今天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可以呼风唤雨 不可能 但是我们只是对他的祷告这件事情 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所谓知其一就是我们只有看字面上 说他肯切祷告 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大概这两句话我们会深深的了解 也就是我们是人他也是人 那第二个他肯切祷告 那就祷告的功效就出现了 那如果我们去对照列王纪上十八章 他的祷告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功效 列王纪上十七跟十八 十七章就是国家已经在宗教信仰是相当的堕落 百姓对神的认知是偏差的 所以他才祷告不下雨 其实是神告诉他 不会下雨 就是会遇到饥荒 是因为当时的宗教信仰的环境是堕落的 他为什么又祷告下雨 他就下雨了 因为他把那些偏差的观念处理掉了 所以我们在看列王纪上十八章三十九节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那些在加密山上的现场的百姓 浮浮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这第一个观念转回来了 第二个把那些巴黎的假先知四百五十个人通杀 就是把那些解决掉了 因为这两件事情处理了 他才肯切祷告才有用 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会 对圣经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性 那因为不全面 所以也认知不足 那认知不足 我们的祷告就会发生问题 就说我祷告那么久了 我祈求那么久 我们不要说求圣灵 求圣灵其实那个更简单 如果你光看圣经给我们的 求圣灵的那些条件太简单了 那你说这么简单为什么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才会得到呢 问他啊 你不要问神你问他 你为什么五十年才得到 你真的求五十年吗 不可能 因为他当中是灰心嘛就算了 祈求就给你们 圣灵是给求他的人 圣灵是应许的圣灵 神答应你 你只要受洗他就给你圣灵 所以你受洗之后没有得圣灵 你要找耶稣算账啊 因为他说的啊 信良是要这种程度 你要信到这种程度啊 我没有就找你算啊 不然你骗我啊 我们都不是这样嘛 因为我们对圣经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敢这样讲 你可以这样讲啊 你在祷告当中可以这样呛啊 所以说你骗我啊 我已经受洗了呢 你不是说求嘛 我现在求啦 圣灵不是给求他的人 我现在求啦 我情辞迫切直求 按照你圣经说的 还有哪里做的吗 因为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嘛 我们经验就是这样求啊 没有人教我们啊 就是圣经教的嘛 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说 我们在按我所理解的去祷告求圣灵 就求得到啊 我发现说有那么困难吗 那我们求不到你就说 这个圣灵是耶稣求是给的啦 那不给你你也没有办法 是吗 圣经有这样说吗 圣经没有这样说 你为什么这样想 那表示你对圣经还是不理解 一样啊 今天为什么雅各书要讲这一段 所以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列王记》上十八章 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 那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 当他把那些贾先师 当以利亚把百姓的心 带领回转归向神 之后又把贾先师杀掉 处理掉 然后第三个动作才肯切祷告 祷告七次嘛 到第一七次仆人说 哇 远在天边有一片像首长这么大 还好当时不是叫我去看 叫我去看就看不到 你想想看嘛 首长这么大 远在天边 你眼力要很好呢 像我们这种近视加老花的 加闪光的怎么看得到 他老兄才看得到 看到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以利亚说赶快去告诉亚哈王 要套 那个车子要套车 后来就乌云满布 然后就下大雨了 所以所谓的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 她肯切祷告就发生什么事 要知道 在这之前她做了哪些预备动作 所以我们的祈求为什么没有功效呢 为什么单单只有以利亚 那难道我们拜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吗 还是你认为她拜的是旧爱的那个神 我们拜的是新爱的耶稣 不一样是不是 不然怎么会不一样的反应呢 不是啦 因为我们的条件跟以利亚不一样 她是怎么肯切祷告的 她处理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从亚哈王跟以利亚的事迹当中 因为后来雅各苏 雅各苏的作者把这一段记载做一个结论 祷告 很切祷告 为什么会有功效 那你就要去回顾 王上17章跟18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2章 王上22章 我们把亚哈王最后一件事情 把他来查考 那亚哈王的事迹就到这里 会告一段落 列王记上22章 第一节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争战 第二 到了第三年 尤大王约沙瓦下去见以色列王 第三 以色列王对陈朴说 你们不知道激烈的拉漠是属于我们的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 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 好 亚阿王 他虽然在宗教信仰琢磨不多 可是在治理国家他还算尽一份心力 他发现他的国土被占领了 他的国土被占领了 所以他想去把他夺回 那既然是要夺回就是要透过战争这一条路 所以刚好他的亲家南朝的第四个王岳沙瓦来探望他 本来南北朝分裂之后 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就开始 开始常常争战 常常战争 那我们这几天看了那个 耶罗伯安跟南朝的第二个国王雅比亚战争 那是南朝的第二个国王 也是在战争 所以才有40万跟80万大金的对抗 那现在 现在换到北朝的第四个朝代的第二个王 他要去把失去的国土把它要回来 那其实在约沙瓦南朝的第四个王 还没有登基之前 或是说他登基之后 还是跟北朝战争 之后约沙瓦想一个办法 同种同文不要战争 所以他才透过婚姻外交 约沙瓦的儿子约兰 娶了那个雅哈王跟约西北所生的 所生的女儿雅他利亚结婚 透过婚姻外交 所以南北朝就没有战争了 在这之前他们都是战争了 所以昨天我们在讲南朝的第二个朝代 北朝的第二个朝代巴沙 巴沙曾经也跟南朝的第三个国王亚撒 也因为国土土地 南北朝的土地 刚好是边界海关 边界是海关 我们今天讲就是海关 那因为北朝的巴沙 为了不让北朝的人脱北 就像北韩的人脱 北韩脱北 就是脱跑 逃到南韩 那一样他们南北朝也是这样 会有一些在住在北朝的人 他们不希望活在那个北朝的那个宗教环境的 宗教的那种不好的环境 所以他想回到南朝 那问题 那个时候有海关 所以你一定要脱 脱北 那北朝的国王巴沙 他为了不让他的百姓脱北 脱跑 所以就在海关 拉玛这个海关 就在做一些建设 那做一些建设的时候 当时的南朝的第三个王 就是约沙华的爸爸雅嫂 就拜托亚兰国 拜托亚兰国 因为亚兰国在北朝的北边 所以拜托亚兰国 就是拿金钱 就用金钱外交 请亚兰国帮助他 给他钱 然后他就打 就打北朝 那本来北朝跟亚兰国是有 是有 有立约 就是他们有签和和平之约 就没有打仗 是不是也是金钱外交 那亚兰就拿更多的钱给亚兰国 所以亚兰国就打北朝 那北朝的国王巴沙本来是在 北朝的南边 就是靠近南朝的地方 听到北方在打仗 他赶快回去了 那一回去之后 南朝的第三个国王亚兰 就开始整理 拉玛这个海关 就在整理 本来是北朝在整理 现在换他来 那一件事情引起神很不满的地方 神 那我们谈到南朝的时候 我们继续来谈这一点 那我谈这么多就是要讲说 南北朝分裂之后 他们是常常战争 一直到约沙法登基之后 他才想到这一点婚姻外交 所以南北朝就从约沙法 到跟亚哈王的时候 就没有战争了 那这一次亚哈王准备要去跟亚兰狗打仗 刚好庆家来了 他现在是庆家 来访 庆家来访 所以亚哈王就问他 问约沙法 说庆家我现在要去打仗 你要跟我去吗 约沙法跟他讲说OK 你的名跟我的名是一样的 我们不分彼此 你的麻跟我的麻一样 就是我们是互通有无 我们虽然是分类为南北朝 但是我们互通有无 所以你要去打仗 我绝对帮助你 但是约沙法说我有一个条件 要去打仗 因为南朝的国王就是这样 南朝的国王基本上 当然有几个不孝子 有几个不孝的国王 不然一般南朝的国王 第一个他比较正规 比较正规的这个血统 国王的 国王的血统 就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是正式的血统 他们比较清楚说 今天在这个国家 南朝 有君王 有先知 三合一 所以国王 或者国家有遇到重大 选择 或是重大灾难 一定要请约河法的先知 来求问神 像那个南朝的第十六个王 约西亚 我们这几天有提到他 看来是一样 他后来得到的律法书之后 知道说 这样完蛋了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按照律法书的规定去做 所以他就拜托先知去求问神 这个就是南朝 那个国王 只要你是 比较正常的国王 都会这样做 所以一样 今天约沙法虽然来 来到北朝了 那庆家邀请他去打仗 说OK 没有问题 我可以帮助 你看是我一个条件 希望请约河法的先知来求问神 这个时候雅哈王就说不用 两个原因不用 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北朝也有先知 不是有巴黎先知吗 不是有亚瑟拉先知吗 那我们找那 我们的先知 我们已经祈求过了 这些先知都说OK 可以出去打仗 而且是可以打圣 那叶沙法说 倾家拜托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这边有先知 而且已经求问了 可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要的是 耶和华的先知 然后雅哈王就讲第二个意见 他说是这样 因为那个耶和华这个先知 我们看22章 王上22章 十三节 那去召米该雅的使者 米该雅 这是耶和华先知 就是米该雅 亚哈王跟耶和华讲说 这个米该雅 耶和华先知 完全跟我们这些先知唱反调 我们这先知 只要跟什么巴莎 亚瑟拉的求问之后 答案如果是S 他觉得是说NO 那我们的先知说S 我们先知说NO 他说S 都唱反调 所以你找这个耶和华先知 也没有用 亲家我先跟你讲没有用 我那耶和华坚持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唱反调就唱反调 反正就是要找耶和华的先知 所以不得不 亚哈王不得不 就请米该雅出来 结果米该雅出来之后 去叫那个米该雅的人 就事先跟米该雅嗆一下 说等一下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出去有两个狗王 有耶和华 有耶和华 你等一下在公共场合要好好的回答 什么叫做要好好的回答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先知如果说S 你就要知道S 说NO你就说NO 不要乱讲 我现在跟你跟你警告 等一下在公共场合不要乱讲 结果他一到两个王面前 亚哈王就问他了嘛 然后他说 那个米该雅说OK啊 可以出去打仗 可以出去打仗 而且绝对会战胜的 我们看16节 22章16节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说 向我说实话呢 这个亚哈王 我说我们有时候说 亚哈王不懂 可是有时候他又很懂 他也知道这米该雅 在讲话没有奉耶和华的名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话一样 奉主耶稣圣名说话 你没有奉主耶稣圣名说话 所以不算 亚哈王也知道 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说话 是不算的 所以这个时候 米该雅就说好 那既然这样好了 我们看第17节22章 米该雅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名 善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 耶和华说这名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 各归各家去吧 18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其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于 单说凶言吗 因为米该雅的回应就是这样 第一个 就是随便回答 第二个 真的米该雅 真的在讲真话的时候 他们又听不懂 在场的人听不懂 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 就是他在讲真话 他说 那个17节 我看见以色列众名 善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 他已经在讲真话 他们还是听不懂 他们以为他又在乱讲了 所以 雅哈王就跟约沙法讲说 亲家你看 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 叫耶和华先知出来 问也没有用啊 他乱讲啊 这个时候 19节 我们自己看圣经 19节 米该雅就开始讲了 说等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是已经 用属灵的眼光 我已经在异象当中 我现在将 我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 这个异象 告诉大家 19节 米该雅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若 我看见耶和华 坐在宝座 天上面 天上的万钧 势力在他左右 20节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 雅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王呢 这个说 这样 那个说那样 21节 所以我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22节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什么方法呢 他说我去 在他众先知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米该雅在异象 在看到异象 然后就将异象的现象 讲出来 没有一个人信的 我不知道耶和华在 在在现场信不信 那至少 雅哈王也好 那些假 先知也好 完全没有一个信的 因为不信 其实他是 他是真的看到异象 他不是乱讲 米该雅这个时候不是乱讲 他是讲真的 他已经看到异象 结果 因为他们对方不信 所以 米该雅就灾阳了 我们看二十 我们看二十三节 现在耶和华是 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 降祸于你 也就是说 米该雅在跟雅哈王讲说 你出去打仗 会遇到灾祸 二十四节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下前来 打米该雅的脸说 耶和华的脸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对方先知当然不服气 开玩笑 只有你米该雅是 是神向你启示 那我们都是假的 所以巴掌就过去了 真先知就是这样 啪一下 就过来了 真先知 你以为真先知就比较厉害 没有 是常常被欺负的那一个 啪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那个 那个西底嘉很不高兴 因为他这样就被影射说 你米该雅说我是假的 本来你就是假的 你是真的先知 是真的巴黎的先知 真的亚瑟拉的先知 是真的 但是你那个是偶像的先知 但以神的立场来讲 你当然是假先知 说他那当然不服气 说打他 因为那个已经 站在那里无地自容 那些假先知站在那里无地 被一个米该雅打脸 米该雅是用 用嘴巴打他脸 他是用手打他 打米该雅的脸 那 雅哈王说 好了好了 啰哩啰嗦 要出去打仗的心情 这么不好 把那个米该雅关起来 让他吃饱喝不足 等我打仗回来 再来处理 米该雅还做最后一句话说 等一下等一下 国王啊 雅哈王你如果能够平安回来 我这个头给你 如果你这一次去打仗 如果能够平安回来 我跟你姓 我跟你同姓 后来真的死掉了 没有回来 不是没有回来 回来是尸体回来 这个就是 我们要强调是 雅哈王到这个地步 我们早上还提到他的一点点的好 就是 抢夺拿伯的葡萄园 把拿伯杀掉 害死了拿伯 得到拿伯的葡萄园 神派以利亚来跟他做主 做主之后他自卑了 他自卑了 所以撕裂衣服 神还看到他这一点 有一点点的进步 所以神说 好啦 你们家不得好死的那个情境 你看不到 你死掉之后再处理 可是接着下来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不是他不能去打仗 他应该要去打仗 他应该要去收护国土 问题是 你是神所高利的国王 你今天要处理国家大事 你一定要请耶和华的先知来求问 那耶和华的先知求问之后 他会告诉你答案 什么答案 比如说你这一次要去打仗 先知求问神之后 他会告诉你 能不能去打 比如说他 他说不可以去打 或是说他会跟你讲 你这次出去打仗会 会输 或是你这次出去打仗会死掉 那请问如果是这样 你还要出去吗 因为你既然请耶和华的先知求问 他已经给你答案了 你还硬要去 所以米该亚已经讲得很清楚 跟亚哈王讲了 你不应该出去 这一次不能去 你去会死掉 你说亚哈王有听吗 我认为他听一点点 我认为他听一点点 可是非去打仗不可 要去也不行 不去也不行 所以他后来呢 就请他的亲家耶和华 穿王府 他自己改装 我们看一下 二十三十节 二十二章三十节 以色列王对耶和华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能穿王府 所以这次打仗 对方有一个兵丁 其实他看到 有一个国王 其实他看到是约沙法 他本来要 因为看到了 所以本来就是拿弓箭要射死他 结果他又闪一下说 不对 这好像不像亚哈王 这不像亚哈王 所以就没有射箭 不然这一次约沙王就死掉了 所以神怜悯 南朝的国王耶和华 没有在这次的战场死掉 接着下来 有一个兵丁 随便拉弓 刚好射到 亚哈王 我们要知道 他们出去打仗是有穿战甲的 怎么那么巧 随便拉弓 随便射 我想说那个亚哈王站在他前面 他叫他射 他不一定会把他射死 他随便 还在动 他打仗已经是在动 他不是 直停停站在那里 他随便拉弓随便射 也就射到 射到甲缝里面去 神要让他死 就像米该亚时候的出去 这一次出去打仗会死掉 亚哈王就是不信 那你说亚哈王不信 为什么要改装 说他还是稍微信一下 我认为他还是稍微信一下 可是面子挂不住 还是要出去 所以他才叫那亲家穿王服 我不要穿 我穿另外的服装 这样出去敌人才不会认识我 才不会那么那么鲜明 你既然那么害怕 你还出去干嘛 人家约沙瓦还叫那个神的先知 出来跟你讲实话 你还不听 那我比较纳闷的是谁 约沙瓦 因为约沙瓦是南朝的王 是敬畏神的王 那你既然都知道 要叫你的亲家 叫耶和瓦的先知出来求问 耶和瓦的先知也出来跟你讲答案了 这一次会输 王会死掉 那你为什么要出去 你雅哈王叫耶和瓦的先知 出来求问是假的嘛 就是弄一个现象而已 你南朝的狗王 你是真的呢 你是来真的 你怎么会是来假的呢 那明该亚不是跟你讲说会输吗 会死掉吗 那你为什么要出去呢 如果这样讲的话 间接你就害死你的亲家 你应该劝勉你的亲家说 雅哈王不要出去好了 因为米开亚都说你会死掉 那说我们就不要去打仗就好了 要的话就下次嘛 我们再求问神看看嘛 没有耶 大家糊里糊涂就出去了 不知道干嘛的 不管那些是假先知 还是神的先知都一样 谁讲的都没有用 就出去了 不知道干嘛的 这个要表示什么 这个要彰显雅哈王 对于神这件事情 对耶和华真神这件事 他是 他真的是 不完整 不完全的了解 所以相对的他对神的功能 对神的功能 就是神的先知 神的功能 他也不会信服 因为他不是完全的敬畏神 所以他相对的对神的先知 他相对也不会重视 也不会有很有礼貌 就是这样 好大的胆子耶 他出去打 雅哈王还好大 说把他关起来 啊 喔 你现在很大胆喔 还把先知关起来 让他吃不饱喝不足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这是在叫内带先知耶 你好大的胆子 你跟谁借胆啊 不敬畏神的人就是这样 他认为说 对啊 我是王啊 因为他乱讲 你怎么认为他是乱讲呢 对啊 他就是认为他乱讲啊 所以他还是硬着要出去啊 他宁可听那些假先知说的话 不肯听耶和华的先知 两个王都一样 没有用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耶稣法说不惨 我们讲到耶稣法马上提出他的 我绝对提示四五点的他的他的不对 四五点不对 包括这一次 那我们想说 这么好的南朝的王耶稣法 其实也是 有时候也是糊涂 有时候也是糊涂 那我们现在讲是雅哈王 所以雅哈王就死了 就像圣经说的 我们看三十七节 二十二章三十七节 王既死了 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 他就葬在那里 三十八节又有人把他的车下 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瓜虎记你在那里洗澡 果来填他的血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就是这里 再来我们来看他另外一段 三十九节 雅哈旗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 象牙公 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圣经为什么要写三十九节 因为圣经他还是要凸显的 雅哈王他身为一个国王 在某方面他还是心智比较不成熟 可是他在建设国家这件事情上 其实他还是蛮用心的 不管有没有成功 不管有没有成功 至少他是有心在治理国家 他是有心在治理国家 他很可惜的 就是宗教信仰这个区块 他忽略的 他也不完全说没有信 可是他没有那么专心 其实神希望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要专心 专心顺服神 那我们在看南朝的每一个国王 大概会谈到这个部分 北朝不会谈这个 那谈到南朝的王 如果他做的比较不完整的时候 圣经就会讲 他说他没有专心 他没有专心 他就会谈到这个部分 北朝比较少 等一下会谈到第五个朝代会谈这个 好这个是那个 雅哈王的事 那雅哈王完了之后 就将正权交给他的儿子雅哈谢 我们看王下第一章 雷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 雅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好这个第一件事 我刚才讲的雅哈王 虽然他没有像他爸爸能力那么强 可是基本上他也是很用心 在治理他的国家 所以基本上像 摩押这种国家 还是要向他进贡 摩押这种国家 还是向他进贡 表示他还是 还是在国际局势里面 他占有一席之地 我说雅哈王 至少他周边的国家 对他还是稍微毕恭毕敬 所以要向他进贡 问题是雅哈死后 人家看不起雅哈谢 所以就不再进贡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雅哈谢当王的时候 从楼上掉下来就生病了 那一生病之后 他就去寻找 那个费力士人的神明 这件事情 让神很不高兴 所以就又派了以利亚先知 去把王所派出去那些 那些使者把他拦住 叫他回去 那一回去之后雅哈谢说 奇怪 有哪一个比我的权力更大呢 我是国王 叫你们出去 去费力士人那边 向他们的神明求问 说我这个病会不会好 你怎么半途就回来了 哪一个那么大胆 好 问题来了 那些仆人不认识以利亚 照理来讲 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 先知今晚祭司 是要互相来往 互相互动 那如果他们三合一 有互相互动 比如说祭司也好 先知也好 常常到王宫里面去泡茶喝 那周边的人都会认识 那些先知来了 先知来了 祭司来了 应该是这样 没有啊 没有来往 所以不认识 王宫里面那些公人 那些官员不认识 不认识以利亚 那说以利亚叫他回来 这些也是好道的胆子 他不认识的人 叫他回来 他就回来 他不想说那国王回来 你回来 你怎么面对你的国王 那说国王就问他 是谁 是谁叫你回来 他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一章 第七节 直接看第八节 往下一章第八节 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 腰素皮带 王宫说这必是提斯比人 以利亚 这就是以利亚先知的特色 他平常都穿着就是这样 他没有穿西装带领带 他穿的就是身穿毛衣 腰素皮带 这是他的特色 所以那些仆人跟国王描述说 那一个人 穿什么衣服 长的什么样子 一讲他就知道了 亚哈蟹就知道说以利亚 所以他很不高兴 他好 去把以利亚抓来 先把以利亚 先把以利亚 去抓以利亚 有一次是51个人 50副长带50人 总共51个 连去三个T次 第一个T次去 以利亚 向神球降火烧掉 又51个死掉了 要办51场伤礼 第二T次去 又一样降火烧掉 102个 第三T次去 那个50副长比较聪明了 如果我也是很聪明 开玩笑 连去两个T次都死掉了 说他去了 就先向以利亚求 求请 先向第三T次 第13节 王第三次 派遣一个50副长 带领50人去 这50副长上去 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 哀求说 哀求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 和这50个仆人的性命 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第三T次的50副长说 先知啊 已经死了102个了 拜托一下 我们 我们是无辜的 我们是无辜的 是王叫我们来的 我们不得为命啊 可是来了又一定会死掉 所以你这边是不是 手下留情 这个时候神才跟以利亚说 对了 好啦 既然他跟你求情 就不要把他烧掉了 那你跟他去 跟他去 让这55副长有个交代 他来 一定要抓你去啊 你不去他 换他有 他会倒霉啊 所以你跟他去 你跟他去 一样 讲的话是一样的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第三节 但耶和娃的使者 对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你起来迎着 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 你去问 以格伦神 以格伦神巴利西普 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第四节 所以耶和娃如此说 你必不下 你手上的船 必定要死 两个 神叫以利亚去拦阻那些使者 后来以利亚主动 跟五十五长 第三提斯的五十五长 去王公见雅哈谢 去了就讲两句话而已 你的病不会好 你的病不会好 而且会死掉 第二个 你做这种动作 你派人到 非力士人去求巴利西普 你这里拜巴利已经不够了 还要拜巴利西普 我看你拜那个沙隆帕斯好了 怎么是这样拜的呢 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 你对照一下 对照我们早上一直谈的雅哈王 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娃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娃 神好不容易在他老爸的年代 雅哈谢老爸的年代 雅哈王的年代 一直强调 以色列中有神 现在换他老兄当王 一开始就不认同 不认同 他老爸那一些事情 尤其这个时候以利亚还在 现在也是以利亚来 父子当王都同一个先知 以利亚先知 所以神派以利亚去作主 这不是警告 这是作主 所以后来武师王打他带去 他也是讲这两件事 后来圣经就讲他真的死掉了 生了死掉了 我们看一下 第一章 王下第一章 十七节 雅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月娃界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为他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 月然接去他作王 看到这里 所以北朝的第四个王朝的 第三个王死掉了两年 就是雅哈谢 那雅哈谢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其实这件事情让神很失望 他好不容易在他老爸的年代 一而再而三的要翻转 要翻转那个信仰观念 好不容易翻转 不管翻多少至少有翻转 结果他雅哈谢一当王 又把他转回来了 那北朝 你说北朝的宗教信仰 为什么这么堕落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弟弟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雅哈谢讲完 雅哈谢除了在这里谈到这件事情以外 就是像费利士人的神明巴黎西福 去求问以外 他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跟约沙法有关系 因为北朝雅哈还有他儿子 雅哈谢雅哈的儿子约兰 雅哈的两个儿子 约沙法都有跟他们三个合作过 约沙法跟雅哈法合作的是去打仗 刚才讲过那一件事情 回来他被骂 被神的先知骂 我说约沙法 第二次就是跟雅哈谢合伙 在干嘛造船 我们看历代自下 二十章 历代自下二十章 三十五节 此后由大王约沙法 与以色列王雅哈谢交好 雅哈谢行恶太甚 第三十六节 二王合伙造船 要往他师去 所以在以寻加北造船 三十七 那时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 像约沙法说预言 预言说 因你与雅哈谢交好 他们希望他让他们的国家富强 就是要赚钱 那赚钱 富强赚钱就是 第一个方式就是打仗 透过打仗 去得到一些好处 得到一些利益 得到一些珠宝 得到一些仁值 第二个就是做贸易 就是做生意 那问题是 为什么 约沙法跟北朝这些国王合作 没有一次成功的 没有一次成功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约沙法 我基本上对约沙法的印象很好 可是呢 圣经明明在记载的时候 他在某方面是 是有盲点的 在某方面有盲点 我们来看一下 历代字下十九章 历代字下十九章第二节 先见哈纳尼的儿子 耶父出来迎接 耶沙法王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也合法的人呢 我看到这里就好了 拜下十八章 跟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亚哈王要去跟亚兰王打仗那一次 两边都记一样的 那我们透过历代字下十九章 说耶沙法在去帮助亚哈王打仗 打败仗之后回到国家 神就派先见去警告他 说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神的人呢 你可不可以帮助他 一样 后来我们看了历代字下二十章 刚才看的那一段 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 他要帮助亚哈王的儿子 恶人要交好 就是两个国家要交好 要合伙造船做生意做贸易也是失败 等一下我们要讲约兰也是又失败了 也是约沙法来帮助也失败了 那我在想说 那个约沙法第一次去帮助亚哈王战争那件事 回来就被骂了 那被骂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戴下十九章第二节这一段 你起当帮助那个恶人 你起当帮助那个恶人 神认定的那个恶人 你怎么去爱那恨恶神的人呢 你怎么去爱那些人 不对 你第一时间神就告诉你说 不对 那亚哈王死掉 你为什么会去帮助他 你为什么要跟他儿子合作呢 所以当时的人就跟他议员 说你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的理由是吧 因为你跟那个亚哈蟹交好 是不会成功的 不是什么理由呢 不是说现在不是 现在是新冠病毒 这个生意比较差 不是呢 是因为你跟那个人 跟合作的人不对 那为什么合作的人不对 因为那个人是神不高兴的人 你怎么会跟那个不高兴的人 神不高兴的人在一起合作呢 说不会成功啊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亚哈蟹 可是就扯到约沙法 好那亚哈蟹死掉之后 由他的弟弟来继承 我们来看王下列王记下第三章 我们刚才有读到 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 王下三章第四节 摩亚王米沙 牧羊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 和十万公民粮的毛 给以色列王进贡 一样第五节 亚哈十后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 这其实就是王下第一章第一节了 只是约然的哥哥没有时间处理 现在换他呢 所以他一登记就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当时的摩 在爸爸的年代 摩亚每年都进贡 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多 当时是东西啊 其实这就是金钱外交 那表示亚哈王还是蛮 如果以在国际局势来讲 他还是占有意义之地 人家才会向他进贡 可是他死后 他的儿子没有人看得起 亚哈王他两个儿子没有人看得起 所以一一就背叛了 那一开始就讲这件事情 那摩亚那个约然当然要去 就把他讨回来 讨回来最主要也不是那个进贡的内容 就是那么多的羊毛 最主要不是那个 最主要是国威啊 国家的威望 我怎么可以让你磨压说 来进贡就来进贡 不来进贡就来进贡 那你把他看成什么 开什么玩笑 我当然要去找回来啊 那找回来什么 透过战争啊 因为他对方不理你啊 不管不理你就是要去打他啊 都战争嘛透过战争啊 如果好言乡圈没有用就是战争嘛 所以他就要战争了 那约然要出去打仗一样 去找亲家约莎法 那亲家也一口答应他 他说没有问题 你的 你的马跟我的马一样 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样 我们互通有无 没有问题 就出去打仗嘛 因为这个是他儿子的小舅子 他约莎法的儿子叫约兰 约兰的小舅子也叫约兰 同名字 所以等于说有一阵子 北朝跟南朝的国王都叫做约兰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北朝是约兰 南朝是约莎法 所以约兰就去请亲家来帮助他 约莎法恶化不说 说OK我来帮助你 好那我们来看三章第九节 往下三章第九节 于是以色列王和尤大王 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 金兑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 我们看第一件事 刚才不是说南北朝吗 约兰跟约莎法 现在多一个王 以东王 表示什么 表示当时的以东王是 是南朝的殖民地 就是约莎法当南朝的第四个王 以东是他的殖民地 我们来看王上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四十七节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四十七节 那时以东没有王 有总督治理 好这个时候是哪里 什么时候 就是南朝的第四个国王约莎法 约莎法当南朝的第四个国王的时候 以东是约莎法的殖民地 所以今天约莎法要帮助北朝约兰去 攻打摩押 他就请以东一到顺便来 表示什么 表示约莎法是有诚意的 今天我儿子的小舅子 拜托我来帮助他打仗 我就顺便把以东王带过来 顺便出去打仗 我诚意的帮助你 我全力的支持你 约莎法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猎王记下三章九节就是这样来的 两个王变三个王 不要感到奇怪 这个本来他就是有一个串联的 本来他是连在一起 这样讲我们就很清楚了 好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猎王记下第三章 第九节第二件事 我第一次看到军队竟然 联军这个三国联军 竟然要去 去磨压 算账的时候 走错路了 这个在以军队来讲 这个不可思议 你今天要去打仗 你军队有多少人 要经过什么样的路线 万一发生什么事 你要怎么处理 A计划不能弄 要弄B计划 你怎么弄了老半天 要去打仗的路程 竟然是迷路了 这是 这根本是乱讲 为什么乱讲 不是乱讲 这是真的 为什么乱掉了 怎么会 怎么那么巧 联军走路是走错了 因为走错了 所以没有水喝 为什么 军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讲到一个补籍两个字 打仗就是这回事 你现在要去哪里打仗 有多少的路程 有多少的兵 出去打仗会发生什么事 你要带多少粮食 不是这样吗 他也是这样算出来的 结果算好了之后 说 迷路了 一同绕行七日 绕行 表示已经迷路了 不是有指南针吗 不是有路线土吗 怎么那么巧 好 他问题来了 当他们这件事情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注意看那两个网的反应 南朝的约沙法的反应 跟北朝约南的反应 同样困难 同样问谈 两个不同的敬畏神的程度不同 所以反应不同 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新耶稣教这回事 什么样的信徒做什么样的事 什么样的信徒说什么样的话 跑不掉的 你看了 你看这两个网 我们看第一个 第十节 以色列王说 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方 哪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悲观 依照困难悲观 悲观的看法 因为说完蛋了 原来我们走迷路路 是神要处罚我们 是神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 他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那看约沙法就不一样了 第十一节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托他请求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 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就是从前扶持以利亚的 一个北朝的国王约然 比他的官员还差劲 他的官员还知道说 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 曾经跟过以利亚当学徒的那个先知 刚好住在这里 住这里 我们刚好迷路吗 刚好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巧刚好来到齐鼎 以利沙就住在这里了 就去找他就好了 人家约沙法就是这样讲 连南朝的国王都知道 你们北朝那个先知住在哪里 你约然 我不是说约然不知道 约沙法住在以利沙住在哪里 他因为知道 他遇到这个困难 他第一个反应说完蛋了 完蛋了 因为他平常的信仰就是这样 没有神的观念 没有依靠神的观念 所以他当然不会 他没有想到神 怎么会想到神的先知呢 他根本没有在想 他只是说完蛋了 死掉了 因为第一个没有水喝 那当然也没有粮食 等死好了 你中了再回去也要走七天 再回去要走七天 我们下次再去打好了 我们赶快回去 但你再回去也还是要七天 请问你的粮食从哪里来 那不是吻死了吗 他的观念就是这样 可是人家敬畏神的约沙法说 感谢神 怎么那么巧 约沙法说 怎么那么巧 怎么迷路了 约沙法说 怎么那么巧 神的先知住在这里 连他的官员 约沙的官员都 对 那个以利亚的徒弟 以利沙是住在这里 我们赶快去求问他 去了之后 那个约沙无地自容 十三节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与你何干 你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你父亲的先知是谁 巴利先知 你母亲的先知是谁 亚瑟拉的先知 你看 我们注意看 以利亚跟以利沙 那个个性是不一样 以利沙的个性是很强悍的 所以你看他讲话很不客气 很不客气 你是王 谁来都一样 他不管你是谁 所以 当他们南北朝的王都来到以利沙家的时候 以利沙出口就骂了 而且不给约兰面子 不给他面子 你来问的先知 以利沙就酸他了 酸约兰说 你为了什么找 不要找我了 你拜托一下 什么巴利有四百四百五十个先知 亚瑟拉有四百 加起来八百五十个 八百五十个先知 随便问一个叫我来问我一个干嘛 回去回去 回去问你爸爸妈妈的那个先知 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 你以为以利沙的家是随便来的 我可以赶你出去 你来我这里干嘛 为什么以利沙这么生气 你平常都没有叫我去撒玛利亚喝咖啡 你现在就要来我家 你随便跑到我对家来 我的家可以随便让你来 你把我当成什么 我是神的先知 我今天都不是约兰娃的情媚 我就把你赶出去 这叫无地自容 马上侮辱他 第一次看到先知这么凶的 对啊 以利沙从头到的就是这么凶 我们一直看下去 他就是这么凶 相对的他也是相当有权柄 问题是他没有骄傲 这才是厉害 他比保罗还厉害 保罗为了神 主耶稣为了让他不骄傲 所以一根 他身上有一根刺 什么叫身上有一根刺 保罗有说 那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他 什么叫撒旦差异要攻击他 那叫做魔鬼做工 传道人会魔鬼 对啊 传道人魔鬼会做工 为什么 保罗说啊 他说为什么神 主耶稣容许 那个撒旦的差异攻击我 因为他为了不让我骄傲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 跟主耶稣求三次 所以第三次 主耶稣就跟他讲 我的恩典够你用 好了不要再求这个 这根字就跟到你死掉那一天 不然你会很骄傲 因为全世界只有你到第三层天去 你要听到一些隐秘的话 全世界只有你 没有人听到 只有你 所以你的那个属灵经验 比任何人都太多 多的太多 所以我今天如果不用这个 这根字把你插下去 你大概会骄傲 不是你大概你就会骄傲 所以不行 这个这根字不能拔起来 拔起来你就完蛋了 所以后来保罗就很清楚 没有关系 撒旦的差异 不但的攻击他就攻击吧 不影响他的工作 他还是可以行神迹其事 他还是可以讲道理 造就很多人 他还是可以去传如荫 建设很多教会 保罗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看欠像 他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这样 不是吗 陈建光死掉的时候 奇怪陈建光怎么会死掉 不然陈建光怎么会死掉 对了我们知道他有一天会死掉 怎么会在那个情况死掉 不然你说 你要让陈建光传道怎么样死掉 你有意见吗 你认为要他怎么样死掉 才比较光荣 这样死掉就不光荣吗 所以信仰观念很正确就是传道理 不简单 不简单 陈建光传道理 信仰观念很正确 没有怨天有了 感谢主 他要感谢主 没有想到我跟我的先生 可以做圣工做到死掉 做到我们两个分开 一个到天堂一个回家 他是这种态度 总会这边跟他对不起 他说 你怎么跟我对不起 总会这边说 如果我没有派你们去泰国 你们就没有遇到这个防疫 也就不要到防疫里馆去 就不会死在那里 他那边说不是啊 神安排就是这一天要死掉 神安排啊 他本来就是今天要死掉 只是我们没有想到 是用这种方式死掉而已 这就正确观念 你看正确观念之后 他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他不会乱讲 如果今天如果信仰观念不对的 偏差的时候 他就不是这个反应了 就不是这个反应 所以当当事人是这个反应的时候 旁边的人全部的话都停了 就没有再乱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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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喔 哇 那个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不得了了 不得了 就有开始有人开始 开始在讲话了 还好是传大长这样回应 所以大家都没话讲 不要讲 人家当事人都没有讲话 你们不要再讲 好 这个就是正确的信仰观念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 他用神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就没事了 所以 约然被 以丽莎责备 其实 约然也没有反应 没有说 我今天怎么被先知骂了 责备了 没有呢 没有什么反应 那既然以丽莎答应了 我们注意看 为什么以丽莎要用这种方式处理 我们看《猎王记下》第三章 十五节 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 弹琴的时候 因为我的灵降在以丽莎身上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圣灵降在他身上 圣灵降在他身上 那也就 那属灵的现象会跑出来 那为什么圣 圣经要这样写说 为什么以丽莎当时要要求一个弹琴的人 为什么要要求 就是要让现场这些人 包括约莎法 包括约然 包括在场的那些官员 了解 今天 你透过以丽莎向神祷告之后 里面的内容 你们要按 你们要按部就班 你们要按照 现在神透过先知以丽莎跟你们讲的 去做 所以才会用这种形态呈现 好 那圣灵降在他身上 十六节 以丽莎就开始说预言了 是在灵里面 在灵里面 圣灵降在他身上 在灵里面 他开始讲预言 第一个 要在这谷中满处挖锅 十六节这一段 这第一个 要满处挖锅 圣经还是这么说 虽然不见风不见乙 但是这个山谷挖锅之后 会满了水 你们和你们的深处才有水河 这第一个 圣灵降 神的灵降在以丽莎身上 他就开始讲第一个预言 要满处挖锅 因为挖锅之后 等一下会有水过来 第十八节注意看 在耶和华眼中 这还算小事 这个是解决你们当前的困难而已 这是小事 小菜一盘 第二个 他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好 这才是重点 今天你约然邀请了以东王 南朝的王来摩押这边 就是为了要让摩押投降 然后你跟他谈判 他投降之后你就跟他谈判 从现在开始继续进贡 每年要进贡多少东西 你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以丽莎透过神的灵 告诉他 第一件事 神会将摩押人交在你手中 第三 十九节 你们进到摩押的境界的时候 要攻破一切尖尘美意 砍伐各种加速 射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糟蹋一片美田 把摩押的设施全部破坏掉 就这样而已 这是第三个动作 你们希望你们三个王 或是你们的军队 一进去之后 只能做这些事情 其他的通通不要做 好 我们先去看结果 看结果 看二十六节 三章二十六节 摩押王见正式胜大南里敌对 就率领七百拿兵 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 到以东王那里 却是不能 二十七节便将他应当继续 他作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凡计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瓦的大怒 看小之后 或是遭人痛恨 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 各回本国去了 幸幸然回家了 这叫做失败 以丽莎怎么跟你们讲的 你们十九节有说 你们进去之后破坏一切设施 为什么要破坏一切设施 要让摩押王知道 你只要投降就好了 我今天来的诉求就是要让你投降 我不是真的要打你 我要的是要你继续进贡 我的诉求是这样 我约览的王 我约览王是要这个诉求 所以我进去为什么要破坏你的设施 就是让你知道我的能力比你强 所以你要继续进贡 诉求是这样 当时以丽莎是这样 很震惊八百的跟他讲这些 结果他们进去不是这样 你自己去看从21节开始 我刚才是讲重点26节 因为他们三个军队一进来 哇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破坏破坏那些设施以外 我们看那个25节最后 甩死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才有才26节 摩亚王发现完蛋了 哇这次战争怎么那么厉害 除了他带了700个拿刀的兵 要冲过阵去 就冲不过 这个时候你三个军队就不能再太超过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你就把摩亚王先压下来 说来来坐下来 坐到谈判桌来谈判 你的诉求是这样 那你怎么弄到最后是 摩亚王把自己的要接续他坐王的儿子杀掉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讲那个细节 我们只有讲圣经的计数的 我们看圣经就是这种态度 他写什么你就看什么 其他人他没有写 就表示说我们不要去想那些 我们最主要是 约然来最主要是要谈判 结果呢 让摩亚王认为不能谈判 所以自豪只要把自己的孩子杀掉 所以这件事情引起神人痛恨 27节神人痛恨 所以最后27节 三王离开摩亚王 各回本国去 表示任务失败 谈判破裂 你约然不是为了要来谈判的吗 你弄了半天是 三个王就回家了 各自回到本国去了 表示他们要来处理的事情 而且没有处理啊 不但没有处理啊 害死人家还害死对方 你当初去求问神 以利沙帮你们求问 叫你们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讲得很清楚了 你们现在怎么这么过分 所以最后是任务失败啊 圣经要讲的是这个 任务失败 你今天既然要透过神的先知求问 那神的先知跟你讲 一就一二就二三就是三 你不要 这个边也打折 那边也打折 这边加麻 那边也加麻 那你就不用求问神啊 你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说 约兰王 北朝的第四个朝代的第四个王 约兰王也是最后一个王 约兰王 我们发现他们对拜神 拜耶和华真神这件事情 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每次在重要节骨眼 在关键点的时候 他们都处理不好 处理不当 一样嘛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如果是个敬畏神的 我们今天如果对神的道理是很清楚的 不会处理事情 会处理不当的 不会 我们现在在看他说 他处理不当 所以任务失败 我们一直认为说他不当 那我们要想说他为什么会处理不当 我们要的是这个 他为什么处理不当 各位讲得那么清楚 我刚才故意讲得很慢 讲得那么清楚 16节 17节 18节 19节 3点 结果最后是没有 超过了 所以三个王就 遭神人痛恨就回家了 任务失败 所以希望给我们在 我们的信仰的历程 释放的当中 有一些思考方式 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来继续 将约然后面更精彩 后面约然不是 这是第一个错误 他第一当登基做第一件事情 就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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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